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播一个短信啊 就是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辞职 那么他辞职的理由呢就是对防疫跟腐败呢 负有政治责任 所以他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 那么相关报道称呢 有两名副总理三名部长在任内啊 多位高官违规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个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呢 他说他要负起负责人的政治责任 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责任 提出辞去分配的职务 辞去工作申请退休 可以说他是主动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 那么越南啊这几年发展也是非常快的 可以说他这几年跟那个新加坡一样 他是躺赢的 这个新加坡呢啥都没有干 就是很自然的呢 把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地位啊 直接给承接了 而且新加坡呢也吸引了中国大陆的很多富商 他的那个移民政策就是 你的资产只要超过了一亿 然后你就可以拥有新加坡国籍 然后你的好多资产呀 还能转移到新加坡 他就是完全用的是吸睛大法 所以他那个移民啊 就是针对的高端群体 然后就是对香港金融业的一个整体接盘吧 所以现在新加坡啊 算是捡到了一个大便宜 那么同样靠近中国的越南呀 这次呀也是捡到了大便宜 也是躺赢 实际在疫情之前啊 越南的这个制造业尽管已经开始崛起了 但是他的那个进步幅度呀是非常小 有时候他还要接中国的订单 因为一些中国的厂商呢 接到订单以后呢 由于人力成本高以后 他们跑到越南去设个厂子 就是中国接单越南加工 以前有好多企业呢 是这样一种情况 包括台湾跟香港的一些企业 在头几年的时候啊 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模式了 但是那种模式 它到底不是大批量的增长吗 就是那几年越南的步伐呢 没有这么快 但是从疫情开始 这三年呀 越南的GDP增长呀 都是在两位数以上 这个增长是非常厉害的 可以说好多产业呀 直接就跑到越南去了 所以这个对越南来说啊 是迎来了一个 飞速发展的时代 可以说现在越南啊 正在迎来一个黄金的发展期 就是它的一种制造业的优势 那么这里头我们经常也能看到一些 越南的相关报道啊 它是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呢 它这个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还是可以的 虽然它的步子呢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它在底下啊 还是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记得这个去年头半年呀 我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来介绍越南这个政治制度改革 就是他也想呢 逐渐的引入这个多党制的竞争 然后也要把这个立法司法权呀 逐渐独立 等等等 这些方向呢 还是很不错的 我在那期节目里头呢 我就说啊 越南为什么比中国好弄呢 因为越南虽然执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他保留了有限的土地私有制 在农村很多地方呢 土地呢 还是私有的 所以只要产权明晰的 这个东西发展起来呀 都是好弄的 中国为什么就是来来回回搞不好呢 首先你产权不清晰嘛 因为所有的财富的根基呢 都是建立在土地上的 你土地整不明白 你上面的这个衣着物呀 就是这个资深的财富呀 也就不容易整明白 所以中国的这个问题啊 他一旦土地不能决权 我认为他再折腾多少年 还是起脸到终点 在这打圆圈 所以从这点来看啊 我是看好越南的 那么越南这次国家主席辞职呀 我对他这个行为啊 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我们也不讲什么大道理 我们就从这个人性上来说啊 我觉得越南共产党里头的这些干部啊 还是要脸的嘛 对不对 自己干的不好 我辞职嘛 这就是一个好的表现嘛 对吧 制度再好 你没有一帮遵守规则的人 都是一帮流氓无赖 都是一帮不要脸的人 你那个政策 你那个法律制定当的 抵什么用呢 对不对 中共1983年的宪法也说了嘛 这个领导就干两届嘛 那么习近平就不遵守嘛 就把他改了嘛 那么为什么呢 他是一种流氓的做法 另外中国的干部犯了多少错误 他会辞职吗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不辞职呢 因为他不要脸嘛 他们都是一帮没有人格的人嘛 就是我说的 只有党性没有人性的人 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呀 才会这么黑暗 如果说越共里头的人啊 还都要脸 都讲脸人性 我觉得人家一定会搞成功的 那么中共这样的 毫无底线的在这操作 那么一定会失败 所以啊 我看了这则新闻以后 我的感觉就是 这就是要脸跟不要脸的差距吧 好吧 这个消息呢 我就这样简单的评述一下啊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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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